HELLO 大家好,我是James 今天我們來聊一聊尼康D5 尼康D5是目前整個尼康家族的旗艦機型 機皇,這是一台速度機 這首機身6500美金的價格來說 一般人離他還有一段的距離 除非你是需要拍攝一些新聞、體育、打鳥這樣的題材 這些題材都是尼康D5所擅長的 畢竟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畢竟要先拍到 D5是2016年1月發布的 5月開始撲破 我也是他的第一批用戶 發布一時我就在第一時間預定下單了 我還記得當時付了額外的錢 選擇了最快最貴的D送 算上多買了一顆電池和幾張XQD卡 花了我7000美刀左右 到今天D5也問是三年多了 在這三年多的時間裡 我帶著他在世界各地拍了很多的航空展 因為我是一個航空迷 拍飛機拍航展 也是我拍攝的一個主要題材 明年是奧運年 根據傳統各大廠商也會在這一年推出新的速度旗艦機型 最近有越來越多的D6的傳言 也包括Z系列五反速度機的傳言 甚至有疑似的跌照爆出 畢竟未來是五反的 D6基本上將是最後一台尼康的專業旗艦單反了 我之前就說過尼康D5是我投資的最後一個單反器材 如果未來五反全面取代單反的話 如果只讓我保留一台單反 那一定是尼康D5 那麼今天我就和大家來聊一聊我和尼康D5的這三年 這不是一個評測 這是我這三年多來使用的一個主觀的感受 一些想法來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們來說一說外觀質感吧 尼康的上一代旗艦機型尼康D4 是汽車設計師喬治亞羅的作品 他的公司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 就包攬了所有尼康專業旗艦機型的外型設計 包括尼康F3 F4 F5 F6還有數碼時代的D3 D5的外型較D4沒有太大變化 只是在線條、紋理、按鈕等位置 有一些細節上稍許的改變 集成在機身上的樹拍手柄是專業旗艦機的象徵 其實早在2008年尼康推出經典機型D3的時候 我只有非常的口水 非常想擁有一台 但是那個時候距離與它實在是太遠了 我那個時候還是學生 還在大學念書 我當時使用的單反是索尼的第一代單反 Alpha100 但是在那個時候呢 心裡就埋下了種子 長了草 後來我入了尼康 我的第一台尼康的數碼單反是D300S 我還給他買了樹拍手柄 加上樹拍手柄以後 和尼康D3其實外型還是挺像的 我還可以帶他出去稍稍的裝裝逼 但是D300S畢竟只是一台DX畫幅 APS-C畫幅的實踐機 和機身手柄的D3那還是遠不能比的 包括幾年以後出來的D4 還有再之後出來想不改進的D4S 我都忍住了沒有多少 但是我心中一直還是想 一直擁有我一台最專業的計劃 一台最旗艦的機型 直到2016年尼康D5發布 叫前代旗艦機型各方面的性能 提升都是非常巨大的 幅度非常的大非常良心 無論是對焦點的數量 對焦的性能高感的性能 提升是全方位的 所以尼康D5一發布 我當時就非常的激動 我覺得等了這麼多年就是它 於是我毫不猶豫的預定了一台 D5抓在手上的握持感 讓你感覺這非常的尼康 你拿著它感覺不僅僅是拿著一台相機 更像是拿著一台功利品 有時候甚至感覺你拿著 是一台坦克戰車的感覺 抓在手裡非常的踏實 D5的像素提升到了2082萬 相較於前代迪斯的1600萬 提升了500萬像素 不要小看了這近500萬像素的增長 在這個級別的機器上 要兼顧連拍速度 高感性能與畫質 能有這樣的提升已經真心不錯了 其實近2100萬像素 對大多數人來說也足夠用了 我甚至可以用來輸出 13乘19英寸的A3加浮面 輸出時候雖然沒有達到 Epson打印機最佳的360dpi 但其效果其實已經相當不錯了 像素的提升對於後期的裁解 二次構圖也是非常有幫助的 低感的畫質呢 不是尼康D5的強項 它顯然不能和D810 D850來相提並論 但是其成像也是非常紮實的 這裡有放一些ISO100的照片 音樂 我只要扯一扯尼康D5的高感吧 大家都知道高感是尼康D5最变态的地方 简直叫丧心病狂 无论是纸面数据还是实际表现呢 都是叫一个逆天 D5的原生感光度最高是十万两千四百 再往上可以继续扩展 一支最高可以到Hi-Fi ISO 328万 这个变态的数字 这也是数码相机首次将高感性能扩展到了百万级别 当然ISO扩展到这么高也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了 在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吧 三年前我刚拿到尼康D5的时候 我就在第二天带着他装了一支1635F4的镜头 就是我手上的这套组合 去到旧金山鱼人码头扫街 鱼人码头有一艘二战时期的潜艇博物馆 里面当然很昏暗的 我买了张票进去试一下D5的高感 过去这种场景呢 如果我用D810来拍摄 我肯定是要带个三脚架 然后拉一条快门线 然后放低ISO长报一下 然后才可以得到比较干净纯净的照片 可是我用了尼康D5之后 我真的可以是随心所欲的手持 无论ISO开到多高 画面都非常的纯净 几乎很少的噪点 以至于潜艇里面有一个最昏暗的舱室 它模拟了战斗时刻 关闭了所有的灯光 只留了一盏非常小的红色的灯光 这种场景过去根本没有办法拍的 我把D5开到了ISO51200 轻松的手持拍摄 噪点程度完全可以接受 照片完全可用 如果后期再用NIC Collection的降噪插件 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我回家以后就把这张照片发给了我一个朋友 是国内的一个土豪 它本来是佳能的用户 看到这张照片以后 二话不说马上订了一台尼康D5 当然了后来它D850 Z7也全都买了 它目前是尼康富士和索尼三修 土豪嘛 我的实际体验是D5在ISO51200以内 都是可以随心所欲的 拍出来的照片都是非常可用的 再往上一档102400也勉强可以移用 这已经是非常变态了 难怪D5到现在还是高感望 D5的对焦系统是它最大的升级亮点 它舍弃了过去从D30代之后 一直在高端机型上沿用的51点对焦系统 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153点对焦系统 刚发布的时候 D5的AF动态区域是25点 72点和153点 另外还有3D跟踪群组对焦 自动区域AF这几种区域模式 后来的部件升级把以前的9点加回来了 这样可控精度提高了 让一些老用户感觉更加的习惯 不过我本人从D810开始 就更加习惯使用群组对焦来解决问题 说到这里可能还是有很多同学不是很清楚 动态区域AF和群组AF的真正的差别在什么地方 在这里我简单的来说一下 动态区域AF也就是我们可选择 比如D9、D25这些 它是以中心的那个对焦点为主要的对焦点 周围围绕了一圈用于支持它的对焦点 比如你选择了9点动态区域AF的话 就是中心一个主要对焦点 周围有8个对焦点来帮助它 在对焦过程中如果主对焦点流失 那么相机会选择相近的一个对焦点 来接替它完成工作 而群组AF就不一样了 主对焦里面没有一个主对焦点 所有的对焦点的优先级都是一样的 那一小片对焦点是一个整体 后来有一次D5固件升级 加入了全新D5独有的水平群组对焦 和垂直群组对焦两种模式 尤其是前者对于拍摄航空展 飞机高速通场这种场景来说 更加的轻松得心应手 D5的连拍速度较DCS有进一步的提升 全是AF-AE跟踪的情况下是12张每秒 板光板弹齐的情况下是14张每秒 但是最牛的地方我觉得是在于缓存 我使用尼克莎的2933X的XQD卡 根本就不需要担心缓存的问题 官方称可以最多200张14位无损RAW图像 我实际体验是真到200张也不会掉速 更不会停滞 但是D5在达到200张缓存的时候 人为设置了一个停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怕相机放在相机包里 误出到了快门 就这样一直连拍下去了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 而人为设置了一个200张停止 这么一个STOP 200张缓存达到以后 这时候你只要马上一松手 它马上又可以全速进入下一轮200张 我之前使用任何的一款 具有高速连拍的单反 感觉都是有点虎头蛇尾 在连拍了几秒之后就开始掉速 但是D5就像视频一开始的时候那样 就是这样引起舒适 在拍摄体育等高速运动题材照片的时候 连拍通常是必须的手法 我在拍摄行展时候 其实拍摄 螺旋桨飞机需要使用低速快门追焦拍摄 这样可以保证主体清晰的同时 螺旋桨拍成圈也不会感觉很死板 而且背景同时又可以呈现动感 但是这种拍摄成功率也非常低 对拍摄技术要求比较高 此时配合高速连拍可以大大提高成功 我通常是从很远就开始跟 然后一梭子射过去 按住连拍这样不放 D5不用担心缓存的问题 然后一梭子下来结束以后大概有个三五十张 甚至更多 但是里面只要有一张成功了 是我想要的照片 那就值了 比如这张在拉斯伟迪加斯拍摄的B25轰炸机 就是这样拍摄而来的 D5有两个版本 绝大多数是双XQD卡的版本 也有少量的双CF卡版本 但是只有XQD卡才能真正发挥D5的性能 说到XQD卡 很多人吐槽贵 消费不起 我想说这个卡给我的感觉就是相间恨晚 我是用完以后再也不想用别的卡 什么SD卡 CF卡 统统不想 高速稳定 从没有出现过一次问题 往PC上的SSD导照片的时候 其实就是SSD对SSD 一直可以保持在200MB每秒以上 我给我的D5装的是雷克莎的2933X的 D28G XQD卡 但是这张卡后来停产 我现在给我的ZT用的是索尼的G系列的 D28G的SQD卡 有的时候我也会把它装到D5上来入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 Nikon D5这一块3.2英寸236万像素的触摸显示屏 相较于D4S这块屏幕的像素提升了不少 显示也更加的清晰更加的锐利 这块触摸屏我真的是爱死 D5刚出来的时候 在这种级别的地上使用触摸屏 甚至还有点反对的声音 不过实际使用体验真的是非常好 双机放大图像真的是太方便了 平时用过的智能手机 平板电脑总会习惯性的触摸屏幕 过去的专业单反都不只是触摸 还得用物理键来缩放 有的时候在招拍一些高速瞬间 需要回放放大确定拍时了 这个时候双击一下屏幕就可以了 太方便了 当然现在的相机基本上都是标配了 但是要知道在三年前 在这个级别的机器上 可以顺滑的触摸屏幕 那真的是有幸福的感觉 续航是我爱死D5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它和D4S一样使用了 Nikon的1NEL18A锂电池 2500毫安时 因为D5的节能设计呢 它可以比DCS带来更持久的续航力 CIPA标准单张拍摄的话 是可以一颗电池拍摄3780张 Nikon标准连拍是8160张 但是我觉得这个数据实在是太太太太保守了 别人问我Nikon D5的续航怎么样 我通常会说2016年底 我带着D5去珠海拍航展 一颗充满电的电池是5格电 一天拍摄下来拍了近1万张吧 有单张拍摄也有五连拍也有正常的回放 什么都有就是正常使用 只掉了两个电还有三个电真的是太给力了 我的D5呢目前是10万多次快门了 就像我之前所说 D5是我投资的最后一个单反器材 过段时间Nikon D6发布问世了 我也不会去买的 如果让我只保留一台单反的话 那就是它 Nikon D5 以上就是我这三年多来 使用Nikon D5的一些感受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大家 下次再见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